在5月2号星期一晚上 美国媒体Politico突然发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瞬间变成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并且马上引来了大量聚集者 在最高法院门前抗议 这篇引发了强烈公众舆论的独家报道 就是公开了一份泄露的最高法院 关于审理堕胎权的草案 这份泄露出来的草案证明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 一致同意推翻堕胎权的裁定 被泄露的文件是起草的第一版草案 是由大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撰写的 在这个法案中 除了他本人支持推翻 还有其他四名保守派的大法官 也都投下了赞成票 分别是大法官托马斯 Claris Thomas 葛萨奇 Neil Gorsach 卡瓦诺 Brett Kavanagh 和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 阿利托法官在文件中明确的表述 罗素韦德案 以及计划生育组织素凯西案 必须被推翻 因为宪法没有提到堕胎 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的保护这种权利 他还说到罗素韦德案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他的推理异常的薄弱 而且这个决定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 罗素韦德案和凯西这两个案件 非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堕胎的问题 反而引发了辩论 加深了更大的分歧 堕胎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 宪法并不禁止每个州的公民管理或者禁止堕胎 但是罗素韦德案和凯西案侵占了这个权力 我们现在推翻这些决定 将这一个权力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其实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的确是没有提到过堕胎 所以联邦政府没有职责去管堕胎这件事 是否应该堕胎 这个决定就是应该回到各个州政府 在1973年罗素韦德案导致的美国堕胎全面合法化之前 原本的处理方式就是每个州都有权利 要不要允许他们州的医生对女性进行堕胎 有的州是全面支持的 有的州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不能杀婴儿 这个国家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模式运行到了1973年 在1973年当时的最高法院 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宪法文本的支持 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下 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把杀婴儿这件事情当成国家大事 要从联邦的层面批准 杀婴儿要从上往下杀 全美国都可以有权利来杀婴儿 从那个时候起就把堕胎权掌控在了联邦法院的手上 这件事不合情也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情况下 美国就开始了受联邦法保护的 每年对600多万名无辜婴儿的大屠杀 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草案被泄露 也是这个国家史上第一次最高法院的草案外流 这表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可以这样轻易的被偷出去 然后公之于众吗 从来没有一个法案的判决 会在还在审理当中这样的情况下被外泄 从来都没有 这件事让最高法院的合法性降低 而且让整个司法部门颜面扫地 那么把这个草案泄露出去 只是为了要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让整个社会给最高法院带来极大的压力 他们只要让支持这个草案的四个大法官中的 其中一个转向就好 因为最高法院一共有九个大法官 现在支持这个草案的有五个人 不用多 只要其中的一个转向就好 这个判决就不会通过 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这个草案被爆出来之后 这五名支持生命的大法官 都在面临着暴力威胁 生命威胁 财产威胁的情况当中 那第二个 他们想要泄露草案的目的 就是要让民主党掌控的参众两院 还有全国所有的民主党人 马上开始起草 并且在短时间之内 要赶快通过支持堕胎的法律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不仅如此 我们的老年痴呆症晚期患者拜登 一个因为支持堕胎 而被教会禁止领圣餐的天主教徒 在今天早上 针对这一封泄密的草案 发表了意见 I just got a call saying that it's been announced that it is a real draft but it doesn't represent who's going to vote for it yet I hope there are not enough votes for it The idea that it concerns me a great deal that we're going to after 50 years decide a woman does not have a right to choose because one of the issues that this court m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urt a number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urt have not acknowledged is that there is a right to privacy in our constitution I strongly believe there is I think the decision of his law was correct over ruling I think the decision of Roe was correct because there's a right to privacy it can be limitations on it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 human life and being is it a question is it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is it six months is it six weeks is it quickening like Aquinas argued I mean so the idea that we're going to make a judgment that is going to say that no one can make the judgment to choose to abort a child based on a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I think that was way overboard 首先他承认了 这个草案真的不是拟造的 真的真的就是最高法院的文本 最高法院内部的工作环境 还是可以信任的吗 一个草案可以流出来 那就证明里面的人 想偷哪个都可以 法官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任 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在这之后 是否所有的法官 都还能够按照宪法来判决呢 还是他们会担心自己的意见会被公开 他们会让宪法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 从而进行投票呢 其次拜登发表的这些言论 都是在给左派打鸡血罢了 除了严重的违反常识和科学之外 他此刻发表的这种言论 就是在给堕胎激进分子的行动火上浇油 或许他也想趁机挽救一下他那个可怜的 几乎快要变成个位数的支持率 也要请各位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 这个被泄露出来的文本 还只是第一版的草稿而已 最终的判决可能会在接下来两个月之内公布 希望这五名支持生命的大法官 能够依旧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决定 不畏惧各种的逼迫 在最终投票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